鲁鱼买回来不要总是清蒸了 今天教你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真的太好吃解馋了 学会了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先把鲁鱼两面这样打上一字花刀 放湿盐、葱姜和料酒 里里外外涂抹均匀之后腌制10分钟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趁着腌的时候切一点青红椒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切一点韭菜 切好之后也装入碗中 鲁鱼腌好之后冷水下锅 开小火把鲁鱼煮熟 这样肉质更加鲜嫩好吃 煮熟之后捞出备用 碗中再放入姜末、蒜末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入适量的食盐、白糖、生抽和陈醋 再加入半碗凉拌开 这道菜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两勺青花椒酱 不管是做凉拌菜、烧菜还是拌面条 放上一点这个青花椒酱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充分的拌匀 拌匀之后 料汁浇到鲈鱼上面就可以开吃了 鲈鱼这样做 肉质鲜嫩 不腥也不柴 吃起来又麻又香 实在太下饭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